那紧接着我们接到这个胞器呢 叫高基势体 有人把它翻译成高耳机势体 其实就是那个科学家的姓 看你怎么发音咯 他是1898年意大利科学家 高耳机他发现这个胞器的 好这个胞器由数个磨状扁囊组成 好我们在描述 内脂网跟高基势体的时候 都是磨状的囊 都是扁扁的 那差在哪 内脂网会说它是扁状的囊 而且互相延伸相连 可是这边我们却描述它为 数个磨状扁囊 代表这些扁囊是好几个 为什么可以分出你跟我不同 还分了好几个呢 代表扁囊之间不相通 所以才叫数个磨状扁囊 扁囊跟扁囊之间没有相通 才可以分出数量 像我这边画了三个 磨状扁囊 那高基势体最重要的功能叫做分泌 所以一个很会分泌的细胞 它的高基势体一定非常发达 它是负责做分泌的 而分泌不一定只有蛋白质 分泌蛋白质 没错 高基势体很大 但如果我今天分泌的是别的物质 比如说我分泌油脂或分泌糖类 你的高基势体一样很大 高基势体的功能是负责分泌 不止蛋白质 那我们才刚刚学到植物细胞病的成分 老的植物细胞会形成次生细胞病 或叫次级细胞病 怎么产生的 高基势体会把纤维素跟木质素包在泡泡里 然后分泌到细胞外 在细胞外木质素纤维素再组装成次级细胞病 比较硬比较厚 所以连糖类的分泌 因为木质素纤维素都是糖类 糖类的分泌 脂质的分泌 蛋白质的分泌 都跟高基势体有关 那高一的课本说高基势体的功能叫做 修饰分类储存运输 这真的是它的功能 尤其是运输 是它非常重要的功能 尤其是运输中的分泌 那包含脂质跟糖类 这边也看到了 都有 所以不是只有蛋白质 蛋白质糖类脂质 只要是物质要做分泌要做运输 都跟高基势体有关 好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 如果一个蛋白质 它进入了高基势体 它的命运只剩下 荧幕上写成蓝色的三个命运 这我们高一好像提过 口诀就是磨上磨外跟隆体 那我们等一下会有图来表达 什么意思 一旦蛋白质进入到高基势体 你要么就变成磨上的磨蛋白 要么就是分泌到细胞外面 要不然就变成隆体中的水解酵素 三个命运 好 这是高基势体的介绍 我们来看图 高基势体呢 你看真正的电影照片 好多层哦 可是你们课本 跟我上课画的图 都画比较少层 为什么 因为懒得画 所以当一个细胞 高基势体不发达 它可能三层四层 就是我们画的比较简单 这是比较发达的细胞 它的高基势体可以高达 二十几层三十几层 对吧 它非常旺盛 然后非常大 哇好大 好 那这个图是在描述 粗糙形内质网 和高基势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粗糙形内质网 上面的核糖体 不是做出多态吗 这个核糖体做出多态 而多态就在粗糙形内质网 开始修饰 修饰到一半 就被泡泡包起来 这个泡泡就把蛋白质 运输到高基势体的第一层膜 在第一层膜里面 储存 修饰 差不多了 再形成泡泡 运输到第二层膜 在里面 储存 修饰 差不多了 再形成泡泡 运到第三层膜 所以我们会说 高基势体 其实就是 好几个不同的厂房 一到五 好了 这是第五个 而每个厂房就是进来先储存 修饰加工 然后运到第二个厂房 储存 修饰加工 运到第三个 它是个生产线 这样子的模式 事实上生活中有类似的例子 有些厂房负责做的是镜头 有些厂房做的是电池 有些厂房做的是喇叭 然后到第二个厂房做初步组装 这到第三个厂房装入外壳 第四个厂房装入它的包装 第五个厂房印上标签 然后做销售 大家知道这例子是谁 比如说HTX 阿速X 神X IX OX 等等等等 一堆牌子嘛 对都有了 差不多这样子的那个例子 我少了什么嘛 有没有 差不多 常见的就几个嘛 就这些 所以它就是生产线啊 然后到最后就出货了 就包包包住 就到锡帽某这里 跟锡帽某融合 里面的蛋白质就吐出来 就消出去了 好 这个图表达 粗烧型内株啊 上面的核糖体 还有高基氏体 他们是如何互相合作的 以上是高基氏体的介绍